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居龙的王立伟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个7P后摄不照相的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 我们首先更换了外配测试 发现故障依旧 然后我们对主板的广角向头座 勾4501和长焦向头座 勾3001进行了测量 对地组织正常 当我们在对电压测量时 发现勾4501和勾3001的17角都测量不到电压 正常是可以在开机时测量到2.9V 通过原理图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路供电是由U2301的PVVDDPUS 供给U2501和U3001这两个供电管 由此转换出2.9V以供给向头工作 更换U2501和U3001后 测到2.9V 专机测试 照相功能测试正常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